我對現在同學的一個期許 基本上我的想法是跟 以前我們就是要非常拚命的 然後念書啊什麼 我現在的想法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現在的想法是比較尊重 因為每一個人才能不太一樣 有些人他適合做這個 他可能會適合做那個 他比較會念書 另外他可能比較會運動 他可能會比較會出勝很多其他東西 所以我基本上是引導 就是說我們同學農學們當中 他有些才幹 你應該要順著才幹去發展 竟然對他走某條路 那這個社會現在比較好 比如說他允許各種可能性 路主發展他很多啊 對不對 是啊 你可以去當名嘴啊 或者是現在YouTuber 你可以當自己當YouTuber 加你自己當網龍啊什麼 所以你們可以走的路太寬廣 比我們以前的話 只有條路太寬廣很多 所以你們應該要 然後盡量去開發自己的一些興趣 然後找到自己有熱情的東西 我們那邊去走 我們就是幫助同學們這樣 建立給你這種能力 而不是讓我們背離的知識 知識讓你上網查都有 就不需要花太多力氣 逼著學生去背離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就用爆炸的方式 爆炸方式團隊的合作 透過團隊的合作 然後去呈現自己的一些各種錢 就是我們這個 比較期待同學的東西 因為時代公司一直在變化 你就自主學習的這個機會 都很多了 那我們只能幫助我們去開發各種東西 然後告訴你引導你 哪些資源可以去開展去做的 老師那你覺得你當學生時期的東海 跟現在東海現在不同 有相同的也不相同的 相同的話是 東海還是非常的優美 因為你們現在這邊很習慣 待很久的那邊什麼 你去看看外面 如果說你住在一些公園 然後你如果這樣看看 你住在東北這種地方 台灣很多住東北這種地方 哪還是很多 很雜亂啊等等 你進到這個地方 你這麼樣的舒適的環境規劃 規劃完整 然後最主要是它很寧靜 不是浮躁的 這種寧靜 而且在都會區喔 你如果說你是像濟南啊什麼 你可能它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來講這種雲靜 像東華啊等等 這種雲靜的話 你可以說到哪裡 它本來就 屬比較偏遠的地方 你會得到那種雲靜的感覺 但是在都會區裡面 進來這樣 然後這麼大的需要 也有這麼雲靜 非常少 很健 那這個東西可能是重要的價值 這個價值到現在還是沒有變 那 因為你跟都 但是缺點是 你跟都市太貼近的時候 你會被都市的東西所吸引 像台大就是這樣 一出門 一出門就進入社會 你就會 像是大海也是一樣 進入社會 那社會的大展崗 你會說到哪裡 你就牽引 所以東海大也能夠 在台灣這樣 能夠有這麼樣的 優靜的環境 我覺得這是 非常稀有的試驗 嗯 那 就看你怎麼用 嗯 怎麼樣用 那 大概是我來想法用 嗯 如果 我是覺得如果是說 校園的寧靜的話 這的確是要 但是整個校園的配置 應該 有不同的地方很多 那老師比較 感傷什麼東西 就是您當初學生時期 有了 但是現在已經不見了 或者是 覺得感觸很大的改變 感覺比較大 就是當時候 那個師生的關係 還是比較緊 因為 因為這是相對的 因為當時候 剛剛提到過 你外面沒什麼活動 你去哪裡 那 你去外面這邊附近 幾乎 連東北都沒有什麼 對不對 你要消費 你沒有 就是你有錢 因為外面就沒有錢 就是你有錢 所以你要消費你的錢 所以你很自然就在那邊 就是 來讀書老師 然後做夢 東海這個做夢的一個地方 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東海做夢 就不太容易了 你一出去 然後就被這個方法的世界 做吐司 你知道嗎 但是到這裡面來 你還是滿安逸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在 這種做夢 的東西 我想我們在東海實在 在那個時候有的 他叫做一種Dreamer 在東海大概現在就 修飾比較上 因為在東海那時候 大家也有自豪感 因為這天東海 是一種很特殊的 這樣的一種 符號 嗯 那個感覺其實大概也沒有 現在東海的世俗化 嗯 這是 這是比較大的變化 但是 每個時代如果他自己的使命 跟理想 那個 就變化也不能再回頭 所以這邊 必須做 新的路 嗯 嗯 其實 我覺得應該 只是學生 不知道去怎麼去 跟老師 就是 比較關鍵的關係 因為像我 然後我跟我 一些朋友聊聊天 他們也都覺得說 他們很喜歡跟老師 這些長輩 聊天 然後 我又不覺得 因為很少同學 來找老師 討論啊 因為我們有朋友 有時候請同學們到外面 在外面 喝米飲料 什麼聊聊 不太多耶 我覺得同學們也很少來 來找那個人 而且不是只有我 我看你們老師們也把你 來找一點 不是很多 跨聯益其實在東海來講的話 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東海的通識 就是跨聯益的概念 東海來講的話 因為台灣在70年代當中的時候 上大學非常不容易 所以大部分的大學 都希望說 你把專業學好就好 東海是反其道而行 就是要通識 因為他博雅 現在博雅這個面向 但是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除了專業之外 你應該要把你的基礎面 擴大一點 這個東西是跟美國的這種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其實也是一致的 東海一直維持這樣的樣子 那麼 這個博跟磚之間 到底要怎麼樣去平衡來講的話 那東海是一直很強調 這個博雅的面向 所以那個東西跟跨聯益 一直是一樣 不是太大差別 只不過在以前的博雅來講 他比較靜態的學習 就是說他只是 因為婚禮你要上學學 這樣 不要學那個 譬如說上健文學 那健文學 我說當掉的話 就很痛苦 現在你們就有很多的套餐 可以去選擇 這是你們的原因 另外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大學很多了 那你們競爭也比較多了 所以學校為了要鼓勵你們 有一些更多的技能 比如說常常做化聯 譬如說去修腐溪等等 那些東西 增強你的就業技能 在紫色化之後 還有更多寬廣性的東西 那些東西大概跟以前的通識 基本上其實差不多一致 因為東海我覺得 這個問題不是太嚴重 老實比較強調的是 這些東西比較屬於這種 這種腐溪啊 這一類的東西 我覺得這方面 對於大家們的這個 專業的 有一點 柏亞裡面的一種 比較屬於專業性的東西 的包裝那樣大 你知道有些柏亞是 大家為了應付 一些學問的需要 萬寫一通 意義不太大 但是如果你是有化聯 是有計畫的人在學習 或是什麼 是把它設計成一個 一個陶餐群組 就是像你 就是像這個 剛剛提到的 補習等等 我今天還不能 非常意思 老師其實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我是想 我高中其實成績不好 因為我數學不好 然後英文也不是說很好 然後尤其我理科也不是很擅長 就只擅長文科跟中文這樣子 然後 跟什麼 文科跟中文 然後 然後 我那時候就很煩惱 因為我從小 數學就不好 就是理科白癡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我上大學以後 我這裡 沒有去碰過數學 也很少去接觸理科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高中 我覺得教育改 高中的話 或許 我們可以趕快 我們可以趕快 是更適性的去學習吧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像現在高中 算說分自然主 社會主 我覺得 意義不大 我還是要去學自然主的東西 我當初考大學 還是要去學自然主的東西 我去學理科 但是我上大學 我卻沒有用到他 我之後人生 或許也不會用到他 然後我那時候 花那麼多時間去學 我覺得 我很痛苦 而且我覺得 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可以把這個時間去好好學 我的文科的東西 我覺得會更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 我是比較推崇 像古丹那樣子 就是說 他們就是 專機立門學問 然後就去專機他 但是我覺得 也是有他的缺點 因為我覺得 基礎的理論 要有像國中那些東西 也是要懂的 那老師 你對這方面想法是什麼 其實你的想法 就是全台灣父母的想法 也是全台灣學生的一個 也是我們現在 目前教育的固域 就是台灣現在 你看起來很多眼 但是呢 在教育這方面來講的話 還是恐怖烈 我想跟競爭有關係 數學不好 為什麼數學不好 沒有可能數學好 那為什麼會 像美國人的學員講過 他們數學為什麼會做得比較好 所以他們數學普遍是不好 例外都是亞洲這些人 但是他們當大學的時候數學非常好 為什麼 他們被教 我覺得我們如果像他們那樣的教法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 關鍵是在教學的方式 我們那時候普遍都數學不好 而且我們那時候數學不只不好 還懲罰 還考年考的時候還倒闊 錯一題 還倒闊 因為很多人臨分 臨分的很多 所以你說看到的時候我們數學都考各位數 或者是還有靈魂的話 因為他有倒闊 倒闊就不敢寫 寫或者是還有 可能互惠這種情況 所以那時候你 數學很常來講 那沒什麼好丟臉 因為情況是這樣 這關鍵原因是說 為什麼要把數學搞得沒興趣 對啊 就是基本 他的東西是就是為了考試 所以先生對 對知識的這種好奇心很少 就為了考試之後 考試的東西都是證明你很差很爛 不是證明你很棒 如果你考試每次都九十分一百分 你當然就喜歡這個科目啊 每次考下來都是五分十分二三十分 然後你就越來越挫折 臺灣的教育就是這樣 以我自己的小孩為例 他說臺灣電書數學不好 去美國就奇怪 怎麼為七分怎麼都就會考滿分 奇怪什麼 然後這回事 其實他們就老是教 很耐心的在教 嗯 所以這是教育的問題 他關鍵是這樣 我相信 如果要讓 萬聚用到保持加油 我相信我們學生都會很喜歡數學 嗯 現在的話 你們有個好處啊 你們現在可以上 看那個網路 到YouTube你們去學習 比如說數學 我自己是上班 可以看我幾個朋友的課 去學習 覺得蠻有意思的 所以 也不用放棄 你們有那個管道給人 我是覺得教育改革還是要佔能力 尤其是關於人能學科的部分 你剛剛提到那個專輯那個東西 其實是蠻關鍵的 嗯 我就聽到過有個故事 有一位 學生呢 他幾乎考不上大學 後來考他文化 嗯 他有個特色 他說昆蟲呢 嗯 非常喜歡 嗯 他這昆蟲認識的東西來講 基本上已經超越一般的大學教授的認識 非常專注重 但是其他東西 就跟你講 英文素小的都很慢 嗯 嗯 那 全世界他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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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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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